足球球隊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足球球隊 今天又拍大巴為大家報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今天就很想跟大家說一位出色的射手 利雲道夫斯基 在Guardian的訪問裡面 他就說了他怎樣可以成為一位 超級的射手 另外他也說 有兩位對他影響很大的領隊 其中包括 高普和哥迪奧拿 高普曾經跟他有個小小的打倒 令到他的射手本色完全顯露出來 究竟這個打倒是賭什麼呢 待會我們就會說到 看看Guardian怎樣說 標題就說 利雲道夫斯基 我仍然相信 拜仁會贏到歐聯 這位出色的波蘭前鋒 就說一下關於他入球的秘密 他究竟對哥迪奧拿和高普這兩位領隊高度的評價 還有他差一點就已經去了萬聯踢球 好 利雲道夫斯基 就笑著看著iPad 他說我引以為傲 這場比賽 iPad在播什麼比賽呢 原來就是他其中一場非常表現出色的比賽 他那晚是代表多蒙特入了四球球 是歐聯的四強賽事對著王家馬得利 那麼利雲道夫斯基 就不需要太多的解釋 他究竟 入球能力有多高 2013年的4月24日 這位多蒙特的射手 在高普帶領之下 就做出這件事 李雲道夫斯基 沒有忘記到所有仔細的事件 關於這場球 他說如果你對著王馬 在一場四強賽事 入到四球 絕對是一件特別的事 你永遠不會忘記 最好的入球 第三球 就是這球 接著李雲道夫斯基 就指著iPad 就說這位Marchelle Chipser 傳送到禁區裡面 他就做了三個 觸碰 即是觸碰球三次 第一是控制球 第二 拉喉拿到少許空位 第三 就一下子射到角落頭 還要是沒有 這個叫做拉弓 我就沒有什麼空間 在球裡面 我看到球來到我這裡 左手邊 就沙比亞朗素來 右手邊就比比來 我就很著重我自己要怎麼做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是沒有想過這麼多東西的 第一件事 來到我的腦力海裡面 就是入球 OK 你沒有時間 很多時候在禁區裡面 如果你想一想 或者想得過場的話 多數都是錯的 有時候 你有些想法 可能 但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要知道 也都立刻做了它 射門 很多時候我們最重要 就是做這個動作 因為禁區裡面 你根本沒有時間想 因為為什麼 實在太多的守衛 預備去攔截你了 OK 第四球入球 李隆道夫斯基 就在十二馬那裡入球 那一刻的時候 已經大家都知道 他們會 遲早有一天 成為歐洲的冠軍 但是 七年已經過了 不過這位波蘭的前鋒 仍然是期待著 他一個歐聯的錦標 在拜仁慕尼克裡面 李隆道夫斯基 是在2013年5月 曾經去踢過這個歐聯的決賽 不過當時 就對著多蒙特 就輸了給現在效力的 拜仁慕尼克 但是很可惜 在那場球 之後 2013年之後 都沒有試過再入歐聯的決賽 或者沒有什麼機會 染指到這個歐聯的錦標 自從2015年 加盟了馬仁慕尼克之後 他就一直都離開這個歐聯 越來越遠 三次在四強的時候被淘汰 一次就是在八強已經被淘汰 還要是被他的前師傅 高普的利物普 在十六強那裡 去年就淘汰了 這隊得甲的冠軍 有很多人說已經在下球 德甲的情況是不錯的 但是 他們接下來的十六強 就會對著車路士第一回合的賽事 就會作一下史丹福橋 那麼 他們暫時來說 在德甲 都是領先來比紅有少許的 這件事就是Hans Flick 回去做領隊的時候 就開始令到球隊重拾正軌 之前的領隊尼克克被炒 李文道夫斯基就說 球員感覺到信心更加大 因為他們知道教練想要做什麼 每天的訓練究竟要做什麼 那個溝通方面是絕對改善了的 我相信有一天 我們會去到歐聯的決賽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會贏出的 李文道夫斯基就有少許 灰色的頭髮 但是他就很 保重自己的身體 31歲之靈 但是仍然是非常鎮定的 他也讓大家感覺到 他身體仍然強壯 心態仍然是非常健康的 今季為了這個球會和國家隊 進入了42球 剛剛拜仁贏了Petterborn 那場球 他也進入了智勝入球 李文道夫斯基就說 現在太多球員 其實所有球員都很清楚 一些戰術上高的東西 在他球賽之前 你不能夠說 今天我要做這件事 嘗試做這件事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你的身體 知道你的方向 總之 你就感覺到 這個完美的時刻 就來到 加上你自己的技術 我 經常都要做射門 有時候你就會想 沒關係 這也是訓練 但不是的 當你很專注的時候 如果訓練的時候很專注 你就會令到 你真的踢的時候 都會容易一點 如果你在訓練的時候 有20個機會 入了20球的話 你就會 在正式的比賽裡面 更加大機會入球 即是說 簡單來說 訓練的時候 就不能夠調以輕心 因為 訓練的時候 正正 如果你很認真去 去招待訓練 就是說你 多了很多機會 去鍛鍊你的心態 正正舉了一個例子 他在多蒙特的時候 高普和我 就有個小小的打倒 如果一個訓練的比賽裡面 我入到10球球 高普就會給我50 歐羅 第一個訓練的時候 我入了3、4球 然後我就大約入了5球 然後慢慢加進去 6球 7球 然後到8球 三個月之後 我差不多每一個訓練的比賽 我都入到10球 那幾個星期之後 高普就跟我說 不再玩了 這個小打倒 太多了 我不想給你錢來訓練 當然 老實說 無論是高普 或者對於利文道夫斯基 來說 50歐羅其實不是很多錢 但是 你看到 這件小事 就是說 射手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無時無刻 無論是在訓練 或者正式比賽 你都要保持這個心態 OK 利文道夫斯基就說 這件事幫助了很多 亦都令到 我作為一個射手 你都得益了很多 OK 利文道夫斯基 亦都很執著 他入球的技術 他正當成是藝術 他很多時候被人救病 說他太過毒食 但是 利文道夫斯基 亦都解釋給大家聽 作為一個射手 想法的方法 或者心態 跟另外一些球員 可能是有分別的 他就說 你可能踢得很好的 你可能做到一些傳送 或者做一個很漂亮的出球 但是 如果你想每個比賽都入球 你就一定要轉自己的心態 這個不是說 OK 我今天想入球 那就轉到 可能始終 心態要慢慢培養 大約七成 入射手 的入球率 七成的關係 就是你的心態 你的技術 只是大約三成左右 所以他覺得 不是每個人打到前鋒 因為前鋒的心態 除了要培養之外 還是跟你的性格很有關係 最重要的 還有一樣東西加起來 就是什麼 就是信心 射手一定要有信心 尤其是 每個射手都要訓練到 忘記了自己射失球 這個感覺 就是說 萬一你在這場比賽中 射失了 一球 兩球 三球 到你有第四個機會 你也要忘記了那三球 好像當你是 未射過球 很有信心地射過去 他說 這是射手一必要的 其中一個性格 就是要相信自己 可以成為這個焦點 以及可以入球 這是一個心理學的因素 他說 他曾經跟一個心理學的教授 講過 這個 就是 大家曾經談過 一個利潤道夫斯基 在賽前的一些 做的事情 每一場球都做的事情 他說 原來作為一個射手 每一件事 你在賽前做的事情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每一次 都不停地做同一件事 的話 令到你有高度集中的情況 你的腦部 就會得到一些訊息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每一場球 每一場球 都會先穿左邊的球匣 先的 當你每一次出場 都會做同樣的事情 你的腦部就會收到一個訊息 而那個訊息 就說 你一路入球 都是其中一個訊息之一 所以很自然地 你腦部就覺得 我這場球會入球 這個其實是用科學的方式 去解釋 信心 是什麼 OK 其實利潤道夫斯基 都不是沒試過 有些 阻滯的 當哥迪奧娜 去到巴塘 莫尼克的時候 曾經有些朋友 就以為 利潤道夫斯基可能 不能踢 因為 哥迪奧娜 就不喜歡踢 正式9號 但是他作為一個回應 就是對著狼保 那場球 九分鐘內 進入了五球 這場球是2015年的9月 所以 其實 哥迪奧娜 去到巴塘 之後 他跟利潤道夫斯基的關係 是相當之好的 他說 利潤道夫斯基 就說 當哥迪奧娜 來到巴塘 武尼克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他不踢9號 你沒有機會 其實他自己也有想 我是否要改變自己的踢法 是否要做另一個 踢法的射手 但是 其實 哥迪奧娜 去到的時候 利潤道夫斯基就說 其實哥迪奧娜 真的教了很多東西 我們都經常說 一些關於戰術上的東西 對於我來說 是全新的資訊 我是未聽過的 我也知道 如果我可以 代入了哥迪奧娜 那個想法裡面 去踢球的話 多些利用他的想法 例如一些戰術上高 關於一個射手 在哥迪奧娜 心目中 他的射手是怎樣踢的 哥迪奧娜 射手是怎樣的 如果 我現在就學了很多 對於我來說 也有很大的進步 在現今的足球 其實也不容易 不用一個射手 去踢一場球 其實我不是經常見到的 利潤道夫斯基也很稱讚 哥迪奧娜 那個戰術上高 很有軟件 還有他人事管理方面 也非常出色 不過 更加人事管理上高 的方式 高普 就更勝一籌 他覺得 因為很多時候 有不同的教練 你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如果 他可以把哥迪奧娜 的戰術 加上高普的人事管理方法 應該就會是一個完美的教練 他就說 在利物浦 現在變成一個像機器 他也說高普的人事管理 怎樣令到他改變了 利潤夫斯基就說 高普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無論他說什麼 你感覺到都會相信他 為什麼 他是從心而發的 他說的 之前我有很多問題 在我的身體語言上 有很多問題 是其中我的球賽 和我訓練的其中一部分 我的身體語言 永遠都是一樣的 原來有時候 你需要身體語言 都要表達到 你有些憤怒 才會令你踢球 更上一層樓 對於他來說 他永遠都沒有發生 他經常都覺得 他永遠都是一個很平淡的人 即是說他的身體語言 或者踢球 都是很淡定 很穩陣 很靜的 但原來高普 就是跟他說 他都說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 你是生氣還是開心 沒有人 沒有人喜歡改變自己 沒有人喜歡改變自己 這個不容易 但我就知道 如果我可以改變到這件事 我就會是一個更好的球員 我亦都 是令我的職業生涯 足球生涯 可以踏上一大步 向前踏上一百步 所以他都盡 上司做一些改變 最後 其實李文道夫斯基 在2012年的時候 就差點會遇到另一個偉大的教練 那個就是 費格遜著事 我去了多蒙特兩年之後 我曾經都跟他談過電話 當時來說 我真的覺得自己會去曼聯 原因就是因為是費格遜 以及因為曼聯 但很可惜 當時的多蒙特就說 不是啊 你不可以轉會 這個是 我當時在多蒙特 第一次有想過轉會的念頭 就是當費格遜著事 打電話給你 我作為一個年輕的球員 這件事真的很奇妙 這一天 對於我來說 是非常特別的一天 當然 也有一些傳聞 就說他會去黃家馬得利 但是現在 這個傳聞就越來越少說了 李文道夫斯基也在拜仁茂尼亞 就是相當的 就是踢得相當開心 他就覺得 我會在這裏 一直踢下去 一段長時間 我現在感覺不到自己 31歲 所以我希望 在接下來五至六年 都可以繼續踢球 那麼我呢 也不想作為一個射手 躲在禁區裏面 等機會的90分鐘 我就希望 可以做多一點事 出來幫忙 做多一點不同的事情 做多一點不同的戰術 OK 但是作为一个射手最重要的就是 在90分钟的赛事里面 每一刻每一秒都要预备好 机会来的时候 就用你的自然的反应去射入它 这个就是一个射手的本色 今次的节目是这么多 多谢收看 拜拜 感谢观看